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ift的UI 今天是第18期 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Tab标签组件的使用 是这样啊 您呢 在使用APP的时候 您发现有很多这样的APP 有几个页面呢 导航 然后呢 在这个整个咱们手机的下部呢 有几个导航的按钮 当它按下之后 按下哪个按钮之后呢 页面就会显示哪个按钮的内容 比如说 第一个按钮 是这个新闻一览 对吧 第二按钮 是咱们这个日程卡连达的 这个设置表 然后第三个呢 是咱可能是咱们的这个个人的一些个各种信息的设置 第四个呢 可能是咱们一些支付信息的一些个这个信用卡的一些个设置 等等吧 对吧 它在画面的下方呢 提供了几个功能按钮 或者功能标签 当咱们点下之后 就能够马上打开相应的功能画面 这个呢 其实就是使用这个type view呢 进行实现的 今天呢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这个type view 我认为是最常用的组件 所以说呢 咱们今天一定要学习 一定要掌握哦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吧 就一个 今天呢 咱们使用type view这么一个标签 来实现多窗口的效果 该怎么做 是这样啊 今天我给您演示的这个代码的部分呢 需要用到苹果公司的一个标签库 它里面提供了很多小标签 或者说icon库 咱们呢 来访问一下 就这个网址 咱们试一下啊 如果您想用到哪些个标签啊 用到哪些个库 您通过这个网址下载它一个app 它里面呢 就有各种各样 已经提供好的非常美观的标签 或者说icon 好不好 咱们看一下 访问一下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网址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 它现在出道是第二版 您呢 通过这个网站 大家请看 听多如牛毛的小标签 通过这个网站呢 您下载到 它最新的这个app 我本地已经下载过了 您下载到 它app之后 打开之后 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这它把整个这个icon呢 分为各种各样的类别嘛 您点击线类别呢 就会有内置的icon 这样的话呢 您在开发app的时候 这些icon呢 您都可以免费 且直接的使用到 而不用像我上期 给您做的一个 还有弄一个催缝图片 还要从外部 拖个资源进来 这就不用了 这个都是系统内置好的 而且呢 非常的美观 而且呢 能够达到您 基本上应用程序 开发应用的 各种各样的需求 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好不好 所以说 您如果想使用 这个标签库的话 我推荐您 以前呢 像我用的最多是1.1 我推荐您 现在应该使用 这个2.1了 里面有很多的标签 都是非常非常好 我呢 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我自己开发app 也经常用到里面的标签 好不好 OK 所以这是推荐您下载的一个库 好不好 OK 这个网址呢 我放到我课件当中 回头呢 我传到这个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通过这个网址就能够下载到 今天呢 我也会引用到里面 你的一些个小的icon 好不好 那咱们先少续 马上看今天代码的部分吧 呃 今天我其实就给您准备了一个view 但是呢 因为是Taperview 它其实就是很多view的这么一个组合 这么一个集合 对吧 我呢为了给您这个课件演示简单 我按下下面的按钮的时候 或者说标签的时候 咱呢 仅仅显示一个文本view 好不好 OK 那么这样的话 咱们就看一下这个Taperview该怎么使用 一上来 大家请看 一上来 一上来就是Taperview 对吧 Taperview里面 那么我这个Taperview里面 有几个子view 我在这个地方呢 进行定义 大家请看 我在这里面有一个view 对吧 Taper1 第二个view Taper2 第三个view 第四个view 对吧 我刚刚跟您说 因为我简单起见 所以说呢 这个view的内容呢 我仅仅是给了这么一个文本框 这个地方呢 您可以编写单独的页面 对吧 新闻一览 这个商品一览 卡林达设置 等等的 您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您非常复杂的 UI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view 对吧 今天我给你写演示的话呢 仅仅是用一个文本view 这个请您理解啊 OK view有了 对吧 比如说新闻一览 Login Form 对吧 有了 然后呢 咱们对这个form 进行一些个设置 因为咱们用的是TaperView 所以说在这个TaperView里面 咱们设置 这是一个TaperView的选项 Item 对吧 这个选项里面该怎么定义呢 大家看看 我定义了 有一张图片 同时有一个文本框 它呢 一会儿会显示在咱们屏幕的下方 同时这地方 我还给了一个字体 OK 通过这几行代码 咱们就定义好了 这个TaperView的要素 或者下面显示的内容 是个什么样子 对吧 为了让咱们整体UI统一 我其他的TaperView定义的样式呢 也都是完全的一样 一个Image 一个Text 然后给一个字体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吧 OK 那么大家再请看 我用Image的时候 我用到是一个系统名 这个系统名 其实是个系统icon 系统图标的名字 对吧 这些吗 都是系统图标的名字 那么有朋友说 这些图标的名字 从哪获得 对 就是刚才咱们通过这个APP下载之后 就是 大家请看 这是每个图标 对吧 每个图标下面都有一个英文名 我用的其实就是这些个英文名 好不好 把英文名直接拿过来 把它叫做系统名 放到这个地方 那么在您的APP当中 就能够把它显示出来 没问题 大家请看 这个TaperView就这么简单 这么几行代码呢 就能够实现多个view之间的切换 而且看起来也是很美观 大家再往下看 我现在先不给您运行 咱们再往下看 下面这个是什么 下面这两行 是TaperView提供的一个新的显示效果 它是iOS14之后才推出的 咱们想想 咱们在运行一些个APP的时候 一上来 先是一堆广告 对吧 咱们通过滑动这个页面 看各个广告 然后最后 有一个关闭 关闭这个按钮 按下之后 才进入到咱们整个 用程序的内容 很多新闻的APP 都是这种编的 对吧 那么咱们这个滑动页面的效果 就是它iOS要求中 给它提供了一个 现成的显示方式 叫做PageTableViewStell 一会儿我会给您演示一下 好不好 今天咱们都看看效果 OK 代码部分讲完了 接下来咱们就实战 马上演示一下 这地方我还是给您建一个 手机的APP 这个没说的 然后名称叫做MyApp 也没有问题 然后存到我的桌面 这都是每次都做的例行公式 打开最大话 右边边挑 不要 一般这个Preview 这个苹果公司 它特别推崇 你看我们的Preview 你所言技所得 你一编这边就用出来 反正我失利用的时候 我不太喜欢这个Preview的功能 所以说我一般很少用它 我直接都是快速预览 按这个Command加按 快速预览看 快速运行看 好 咱们先少去考上 我的ContentView的这段代码 拷贝过来 然后咱们先编译 Command加B 应该是没有问题 然后调成我的8加 好 接下来咱们把它运行起来 咱们看看TableView的结果 我认为它设计的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很多APP都在用 都用的是IOS默认的空间 对不对 正在启动 因为是第一次安装 所以能稍微花一点点的时间 我把SWIFT UI的课程做完之后 准备再给您做一些其他的云服的课程 这是我新年新计划 所以咱们一点点的一起学习 稍等一下 咱们从来停掉 8加难道今天出问题了 我再试一下 这我关了 充开一个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8加模拟器出问题了 如果不行的话 咱们就换其他的 换12 刚才的模拟器好像出了点小状况 看这回行不行 OK 这回行 反正是这样 以我经验 正好说说我的经验 我经验就是说 浏览器您开时间 模拟器开时间过长的话 它有时APP里面的 好多动作都很奇怪 那怎么办 重新启动一下模拟器就好了 我在开发中 遇到好多类似这样的问题 而且模拟器中的bug 也是让人觉得很头疼 所以咱们不说了 咱们看咱们的tableview 大家请看 下面是咱们显示的主的窗体的内容 对吧 下面是tableview里面各种各样的内容 大家请看 上面是个小图标 下面是一个文字的描述 就是这个部分进行的描述 对不对 非常美观 然后咱们点击之后 可以切换到各个子右中的功能view 对吧 比如您的商品一览 日历 各种各样的服务 各样的设置信息 信用卡设置 我的显示名都可以设置 大家请看 这个就可以完成 咱们最简单的用户页面的导航 而且您看看这种功能 是不是在您用过的APP当中 非常的常见 包括咱们常用的微信 都是这种设计 对不对 OK 接下来 本来这个课程都可以结束了 但是 LS14给他们加了新功能 这个Page TableView的style 今天咱们是不是要演示一下呢 我就给您演示一下 好 咱们马上运行 我CtrlB编译一下 没问题 运行 看它的效果 和现在咱们这个TableView 有什么区别 咱们大家注意看 Go 好 大家看 请搜索起来 下面出现几个小图标 不管了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请看 跟翻页一样 跟咱们Kindle翻页一样 可以一点点的翻页这么看 这样 比如说您在设计了一个广告预览 让用户这么一页一页的看广告 对吧 比如说您这个做图片一栏 一张一张的看图片 比如说您编了一个 类似于微信的程序 用户上传几张图片 然后用户当点几张图片的时候 出现这么一个TableView 然后用PageView的方式 进行预览每张图片 对吧 都是没有问题 这个设计 以前苹果公司是没有这个空间的 需要咱们真的纯代码 一点点的自己编写 所以这个OS的版本的提升了 这种方便的空间 是越来越多 越来的怎么说呢 越方便 对咱们这个开发人员来说 又越友好 所以说您现在学习这个OS开发 真的比五六年前学习 要幸福很多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 可以说最常用的 TableView标签的使用方式 希望对您的学习呢 有所帮助 好不好 OK 今天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TableView是最常用的View 您呢 一定要掌握 好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